嘿大家好我是悟空没错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当倍新品当倍电视盒子H2 这款当倍电视盒子H2实际上是上一款H1的一个升级版本 CPU方面升级到了8核心的S912处理器 这颗处理器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强的 第二就是从之前的一个DDR3内存升级到了DDR4内存 从之前的8GB的存储升级到16GB的存储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安装更多的应用 Base系统升级到了安卓7.1.2 这个系统虽然不是一个最新的系统 但是它可以兼容绝大多数第三方的应用 至少像Cody这样的软件可以随便的安装 可以安装19都没有问题 以上说的其实都是硬件方面 其实一个电视盒子最核心的可能还是软件 以及交互逻辑方面的一些体验 众所周知其实DDR4是软件起家的 所以它在软件方面是有很深的一个造诣的 包括自家的DDR4OS以及各类第三方的应用 比如说DDR4桌面 DDR4 助手 DDR4 担背播放器 尤其这个DDR4 担背播放器 我要特别说一句 其实DDR4 担背播放器 不仅可以应用在自家的盒子里面 其实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电视盒子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良心的 因为毕竟这个播放器是一个盒子的灵魂 如果这个播放器做的足够好的话 也就代表它就足够有实力 这次经过我的实测 当背播放器识别海报墙的速度非常的快 只要你丢进一个带有电影的文件夹 直接就非常快速的识别 等一下我们实测的时候 再给它气质的去展开 至少我觉得已经比Cody的海报墙搜刮的速度 快了很多倍了 再有一点就是当背H2 这次是支持HDR HLG的 所以当你用当背播放器去播放HDR的内容的时候 它会自动点亮你电视机的HDR的模式 这样的话一些高动态范围就会更广 细节就会更加明显 当你推出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迅速的恢复到SDR的模式 而且自适应做的非常的迅速 OK我们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当背的新品当背H2 我们把它拿出来 拿在手里还挺小的沉甸甸的 颜值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背面写着5V2A的电源 然后这后面一圈都是散热孔 接下来是接膜 这边我不知道是指示灯还是什么 等一下点亮给大家看一下 左边是AV音频 这边HDMI2.0的接口 这边USB2.0以及电源接口 还是非常简洁的 这边是快速指南 附赠了一个质量非常好的 一个HDMI2.0的高清线 一个5V2A的电源 还有一个当背比较特色的遥控器 辨识度非常高 这边是菜单键 这边是主页键 然后音量的加减 然后这是语音唤起 还有电源键 还有一个侧边键 侧边键可以换起全局的设置 还是比较实用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已经介绍电视机上了 这个就是它的当位的主界面 非常的简洁 左侧是整个一个大分类 而每一个分类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边有电视剧 电影 少儿 基本上它这个排序还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都是一些应用 而且每一个分类其实你都可以往上移动的 非常的自由和方便 好的 这边你还可以自己添加一些常用的应用 比如这个文件管理器 我们按下遥控器的侧边键就可以吊起全局的设置 我们先点到设置的主菜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到设置里面 可以看到是4K60赫兹 HDR的设置这边是默认打开的 注意这里面的打开 它的意思是自适应 当我们播放视频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点亮HDR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系统信息 安卓的版本是7.1.2 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能不能安装第三方的应用 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关已经打开了 好 现在已经插好U盘了 插好U盘之后 它会有一个弹出框 点击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U盘的内容了 比如一个第三方的应用 我们把它安装上试一下 好 整个安装过程非常的迅速 没有任何的阻碍 好 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安装第三方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语音的功能 我们按下遥控器的语音按键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识别速度还是蛮快的 其实这个当备系统还有一个留言的功能 我们点击所有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一个留言板 这个留言板实际上是远程就可以操作的 当你下载这个当备遥控器 然后你就可以在当备遥控器里面进行留言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贴心的 好 恒量一个盒子好换肯定是要看它的视频的播放能力 接下来我们就试试比较流行的几个软件 比如说同意视频 好 同意视频大家都知道它是有4K的片源的 并且又支持真彩视听 那我们就找一个片源 比如这个叫国子健的电视剧 我们再看一下 OK 那这边它显示目前已经切换到了真彩视听的一个清晰度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目前的清晰度 是真彩视听 本身就是4K的 然后只要是真彩视听肯定是4K的了 当然了 这个肯定是需要会员的 然后播放起来没有任何的卡顿的一些现象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快进一下看看 这样的电视盒子播放同意视频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然后我觉得真彩视听看起来好像颜色的调校会更漂亮一些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试试爱奇艺 比如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片源确实是要发亮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应该算是清晰度是真气硬化 对没错是4K Max HDR杜比音效 解码起来是毫无压力的 我们快精快退再看一下 OK还是没有问题 这些片源都是有版权的 所以我就不多放了 好 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些在线的流媒体 其实本地播放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这个盒子是有USB接口的 你可以接上一定用盘 或者是读取你局域网当中的一些影片 我们打开当倍播放器 这次我们就不使用Cody做测试了 因为当倍的播放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觉得一般人就够用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是一个视频库 默认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在这边是可以导入的 然后下面的这一项是网络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是支持百度网盘 还有局域网FTP 或者是局域网SMB 或者是NFS这些协议 支持的也是非常的齐全 这边是一个媒体流 可以往上推送 这种方式我一般都不会使用的 再来就是设置 这个设置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 默认情况下是系统解码 在这里面我要多解释一句 其实系统解码 经过实测我发现它是支持原码输出的 虽然这个机器没有其他的一些接口 只有AV音频和HTMI 但是它是支持原码输出的 等一下再给具体大家展开来说 其他选项都一些基础的设置 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就导入一些视频 首先我们点击导入视频之后 它有两种方式 我们从局域网导入 之后它就会检索你局域网当中的所有的NAS 比如说我们选这台NAS 好 比如这个就是我请平时下载的测试片 确定导入 两秒左右 最多两秒导入了178个视频 没错 就是这么快 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一点 就是它导入速度实在太快了 而且连海报墙都出来了 而且我跟大家讲 我这些测试片 它不是完整的影片 它都是一些片段 但是它识别率非常的高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侧 已经分出大的分类了 比如这个是电视剧 然后这边是动漫 这边是更多 我们点击全部电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齐全 基本上不用自己操心了 左侧的分类 剧情 科幻 惊悚 动作 这种可读性太强了 几乎不用你操心 当然有一些是重复的 因为我这个测试片本来就是重复的文件 好 大家看到这个测试片 是一个4K的HDR的 并且在有DTS的 我们来试一下 目前已经播放出来了 虽然说这个速度加载起来 第一次是可能是有点慢 但是已经成功的加载出来了 而且没有卡顿的现象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这个评显的按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是采用HDR的模式在播放 也就是说目前是高亮的模式 然后DTS也出来了 虽然我这里没有公放 但是也可以侧面的说明 它是直接默认使用圆码精输出的 如果说你的机器不支持DTS 这边是显示不了的 或者说你播放器不支持 也是不行的 我觉得单位播放器 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 它有一个默认的逻辑 它优先使用圆码输出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再用兼容的音频格式 好 我这些影片 大家都不用问 都是一些码率比较高的 当然了 有一类影片 它可能支持的并不是特别好 就是杜比全景声这一类 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下载不到这样的片源 这个是一个杜比全景声的片源 因为这个机器本身是不支持杜比全景声的 但是它会用兼容的模式去播放 但是因为它本身杜比全景声 可能也会占用一定的码率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卡的现象 我们再试一下 没有问题 虽然说这是一个杜比全景声的 但是也正确的解码出来了 我们看现在有没有声音 好 因为版权的音就放的声音比较小一些 现在其实是有声音的 大家可以看到杜比全景声的片源 虽然机器不支持杜比全景声 但是它用默认的杜比Adeo的形式在播放 所以不会导致你这个视频没法播放的 我这点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什么片源 它能弄的兼容 好 在这里面顺便说一句 有的小伙伴可能比较关心网口的问题 虽然这个盒子没有网口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拓展 就是它的USB的接口 可以直接外接一个USB的网卡 经过我的实测 螃蟹的8153的芯片可以直接免驱使用 其他型号我没有测试 基本上市面上买那些绿莲的都支持 不用任何的驱动 其实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电视盒子 都能直接支持 据我所知 可能之前我测试过的小米的电视盒子 也是直接支持的 这样的话 你接USB就可以拓展出一个网口 当然这个可能是少数用户的一个选择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有这种可能性 这边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直播 好 因为版权的原因 我就不给大家放出声音了 总的来说 它切换速度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主要取决你语言的质量 以及本身的 它电视盒子的解码能力 这些最基础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 经过我前面几天的一个试用 简单总结一下 这款电视盒子 我觉得它的定位 还是更倾向于普通的用户 或者是轻度的一些流媒体的一些用户会比较适合 比如说你经常去在线的观看一些腾讯优酷爱奇艺 或者是一些IPTV的直播的软件 我觉得这款肯定是绝对是合适的 因为它比普通的那些电视盒子存储量要大一些 而且你安装第三方软件也不会有什么担忧 基本上都是够用的 本地播放方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高级的 比如说HDR或者是DTS的一些音轨都能够很好的播放 当然这里面如果你是发烧友的话 当然就也没必要 就是在这上面纠结什么了 因为毕竟每一个盒子 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这款盒子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区间应该算是比较OK的 目前它应该在京东上售价300出头的样子 也并不是很贵 这样的一个电视盒子 如果接在电视机上 或者是接在投影仪上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关于这款当辈的HDR 我能够介绍的也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点赞转发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